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底呢 这个桃园医院啊 目前状况怎么样 为什么呢 这个城市中呢 还是觉得呢 可以不用封院啊 但先前呢 也信誓旦旦的说 先前的疫情并不严重 而且呢 做到了分仓分流 但显然的这个分仓分流呢 做的并不确实啊 好 那所以呢 这个是一开始先让大家知道一下今天最新的跟台湾啊 非常直接相关的 也是呢 让大家觉得呢 必须要去提高警觉的部分啊 ok 好 那这个回过头来看今天出门的时候 你要怎么穿衣服 好 那在今天的话呢 呃 还算是哦 这个在明天天气回暖之前 呃 这个比较冷的一个天气 所以呢 今天的冷呢 比较特别的是呢 在清晨的时候 并不是北部地区呢 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 而是呢 在南部地区啊 这个中南部的空旷地区呢 出现了10度以下的低温 呃 这个空旷的地方是6到9度 那台南才10度啊 那这个高雄13度 ok 好 所以反过头来呢 这个北部呢 在清晨十几度啊 还算是ok啊 但是不论如何 在今天呢 白天的时候呢 稍微的哦 会呃 回温一点点啊 那呃 真正的 这一波的呃 这个强烈大陆冷气团 当然要减弱 要到明天的白天 会比较的明显 ok 好 所以呢 等于今天明天的清晨啊 都还是会10度左右啊 这样的一个低温 所以如果说你是属于要很早出门的朋友 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啊 ok 好 那这个明天呢 白天就会回温了 而且回温之后呢 是会一路到礼拜天吧啊 一直到礼拜六的时候呢 会有另外一波的东北风南下 温度呢 会稍微的降 但是呢 也不过就几天 而且呢 并不会呢 有像什么寒流啦 冷气团啊 到这么的冷啊 所以简单讲 呃 过了今天之后啊 这个接下来的差不多两个礼拜 就半个月左右的时间 一直到二月初 都目前啊 这个气象据说 没有更强的寒流呢 将会暴到啊 所以呢 这已经连续了两波 大家真的是还蛮冷的 这个冷怕了 今天还看到这个暖暖包啊 说大家都在抢货 说很难抢啊 但是也很难丢 造成了相当程度的环境污染啊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呢 呃 比较伤脑筋值得注意的问题啊 所以可能穿暖一点啊 带啊 这个帽子啦 手套啦 啊 这个围巾啦 如果你真的很怕冷的话啊 这个暖暖暖包啊 其实呃 就是它确实是有一些环境污染的问题啊 OK 好 所以呢 这也反映出来真的是冷啦 OK 好 所以呢 这呃 连续两波的冷到今天呢 应该会暂时的画下休止符 OK 好 所以呢 这是这跟天气哦 这个相关的讯息 那空气品质部分的话呢 在今天呃 中南部也是要特别注意啊 这高平地区是橘色提醒 那中部的山区跟云嘉南的局部地区 清晨跟夜晚啊 因为风速比较弱的关系呢 污染物呃 累积也都会是橘色提醒 OK 好 所以呢 这些跟今天天气空气相关的讯息提供 那我们来看每个地方详细的温度 还有降雨几率 OK 我们看到呢 在北部地区哦 8到16度 降雨几率0到20% 中部9到20度 降雨几率0 南部地区9到22度 降雨几率0到10% 好 在东半部地区呢 宜兰11到15度 降雨几率30% 花冬12到19度 降雨几率10% 外岛地区7到16度 降雨几率0 OK 好 所以呢 这些是跟天气相关的讯息提供 好 那如果说你有在收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呢 我们今天的YouTube目前有一点状况啊 所以呢 所以正在这个修复当中 所以你要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呢 可以先在蓝薰时间的粉丝粉丝页啊 来收看 OK 好 那这个讲完了天气一项 接下来看的就是要疫情了啊 那疫情的经过了一个周末 这个全球呢 啊 又是呢 有这个100多万人啊 这个染疫 在礼拜六的时候呢 看起来特别严重啊 就是76万人 等于是这段时间以来呢 最多的啊 那这个礼拜天的时候呢 64万人 那这个在今天的话呢 新增54万人 OK 好 那所以呢 连续几天下来的话呢 这个新增人数已经接近啊 光光一个周末 就多了快要200万人啊 感染啊 所以全球来到了9543万人啊 这个感染了新冠肺炎 真的就是快要破疫了啊 那现在突破了200万人 已经死于新冠肺炎了 所以203 好 那这个疫情当中的话呢 在美国啊 这个也是一样 周末看起来的话呢 是周六啊 这个特别严重24万人啊 这个新增感染 单单一天 那今天的数字从昨天到今天为止了啊 目前是15万人感染了新冠肺炎 但是就美国自己本身来说的话呢 也已经是2400多万人感染了新冠肺炎 也突破了40万人死于新冠肺炎啊 那就今天目前看起来呢 就美国呢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啊 他们的疾病啊 管管制局CDC啊 这个在周末的时候发出警告 他说呢 虽然目前美国只有啊 这个76个人是确定感染传染力更强的英国变种病毒 但是啊 说目前的这个新的个案不断的增加当中啊 所以如果说没有做好即时的防疫措施的话呢 他们预言英国的变种病毒将会在今年3月成为主导美国养溢的这个主流 所以意思是说前面那一波多半是从呢 这个中国武汉而来的啊 这样的一个病毒 但现在接下来的话呢 几乎是很担心啊 这个英国的变种病毒呢 席卷全美国 好 所以呢 这个美国呢 目前看起来呢 这个疫苗的补给啊 似乎也告急 纽约中呢 发出啊 这样的告急的啊 这个通报啊 说下个的周末啊 这个就会用完 那啊 这边讲到 特别是因为辉瑞啊 说他们的比利时的工厂在翻新中啊 所以呢 他们的疫苗供应呢 出现了一些比较放慢的啊 这样的一个速度 那放慢之后啊 这个就是现在为了供应啊 美国说告急嘛 他们紧急通知欧洲疫苗的交货要放缓 而这位消息一出来之后呢 美国也紧张 欧洲也紧张啊 好 那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也特别提醒说 疫苗并不是呢 消灭疫情的唯一的万灵丹 呃 不要把它就过度依赖这个疫苗啊 目前看起来好像 呃 这个美国也急急的啊 这个拜登啊 现在的话呢 他公布的一个啊 这个是相关的纾困方案跟经济有关 而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讲疫苗啊 所以呢 世界卫生组织特别讲到说呢 疫苗并不是疫情的银蛋啊 所以你要纾困 可能记住银蛋啊 但是呢 就疫情来说的话呢 其实除了疫苗之外啊 呃 还有更多的方法必须要一起来做啊 所以呢 世界卫生组织特别提醒 如果只靠疫苗来抵抗病毒 目前这样的状况呢 伤害了各国的疫情啊 所以呢 等于是世界卫生组织发发出警讯啊 说呢 现在似乎大家过度的依赖啊 这个疫苗 其他的防护措施 防护的呃 行动似乎越来越松懈 好 所以呢 这些看起来呢 都是跟啊 跟我们刚讲到美国的疫情啊 还有这个目前全球疫情啊 呃 拉警报啊 在高峰的一个状况 好 所以美国呢 连续三天下来啊 大概呢 也差不多是大概有六十啊 好 这个接近六十万人呢 感染了新冠肺炎 好 所以呢 目前美国的疫情呢 已经占了全球的四分之一强 死亡的人数也是啊 我刚讲他死亡破四十万 OK 好 所以呢 就是来自于美国哦 那接下来的话是巴西 巴西呢 连续啊 这个周末两天六万六万 今天目前为止啊 看起来还好三万一 好 那在这个美国的呃 呃 南边啊 这个墨西哥的话呢 突破了两万人呢 感染了新冠肺炎 所以他这个是 数字是增加的 那哥伦比亚呢 维持一万多人感染新冠肺炎 OK 好 所以呢 是每周的部分 那欧洲的话呢 英国依旧的是呢 最严重的灾区啊 在周末的时候也是四万五万 那现在呢 这个今天的数据是三万八 好 我们休息一会儿呢 再回到现场继续讲欧洲 好 回到蓝薰时间啊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全球球球球的疫情啊 在这个一个礼拜的开始啊 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 真的是有这个拉警报的感觉啊 很多的地方的话 疫情都在增加当中 都在升温 美国的话呢 担心的是啊 这个英国的变种病毒呢 很快的扩散 那就这个疫情来说 他们大概最近都很严重了 也没有说最近特别严重啊 但是呢 就这个欧洲来看的话呢 呃 这个英国也是在一个高峰期啊 那目前他们累计的话呢 大概有三百多万人啊 这个感染了新冠肺炎 目前已经有这个八万九千多人啊 这个染疫死亡 所以这个数字呢 是高居欧洲的啊 这个第一名啊 这个欧洲之冠 那再来的话呢 是意大利啊 意大利的话呢 从去年有第一波的感染比较严重 英国那个时候还没有啊 但是现在等于意大利又有一波呢 呃 这个新的疫情的感染 所以他们呢 大概也累计了八万两千多人呢 感染死于新冠肺炎啊 所以呢 意大利是目前的欧洲死于新冠肺炎的第二高的国家 所以这些部分的话呢 都让这个欧洲呢 感到非常的呃 担忧啊 但是就整个数字来看的话呢 大概就是这几个国家了 英国啊 这个大概周末的话呢 五万啦 四万啦 今天是三万八嘛 啊 再来的话 俄罗斯 法国 意大利 德国啊 这些都是在过去这段时间 等于是这一波里面呢 比较疫情严峻的这些国家 那另外的话呢 葡萄牙啊 是这个这几天看起来呢 也是啊 在今天 包括今天啊 也是破万的国家 葡萄牙啦 波兰啦 捷克啦 哦 在这几天的话呢 也是啊 看起来呢 呃 整个的染疫的状况呢 是有升高的啊 好 所以呢 目前呢 就是欧洲啊 这个最新的状况 那欧洲担心呢 当然就希望也是靠疫苗啊 好 所以呢 这个疫苗目前呢 刚才讲到了这个辉瑞啊 他们因为出货的状况 比利时的厂出现了一些情形 因此呢 在欧洲的供货呢 要啊 这个因此放慢啊 这消息一传出来之后啊 这欧洲股市在礼拜五的时候呢 立即是个下跌 所以你会知道说 大家对于疫苗啊 这个的仰赖度有多高啊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世界卫生组织哦 特别提醒 似乎呢 太仰赖疫苗了 那除了这个欧洲之外的话呢 就要看接下来是亚洲了啊 这个亚洲最近这段时间呢 特别值得注意啊 虽然相对于其他州 其他国家来说 这数字啊 都没有那么的可怕 都没有到上万 但是呢 都有增加 我想这次部分呢 是让大家值得注意的啊 那这个印度跟土耳其呢 是持续维持减缓的状态啊 这个印度呢 是一万三 土耳其 伊朗都六千多 但是印尼呢 已经连续好几天都破万了啊 这个今天再次破万 是一万一千两百八十七个人感染了新冠肺炎 这是印尼 日本啊 这个它数字呢 事实上是越来越增加的啊 到现在为止已经连续三天 周末 礼拜六 礼拜天 包括到今天为止的六千多个人呢 感染了新冠肺炎 好 虽然日本呢 目前呢 是拉紧报的 甚至在这个周末也看到呢 他们担心 本来以为呢 去年呢 延后了一次的东京奥运延到今年 那时候还信誓单单说 今年一定办 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呢 今年要办东京奥运的几率 现在似乎呢 也是不断的下降当中 好 虽然呢 日本跟印尼啊 这两个国家是值得注意的 再来是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已经连续好几天啊 都是上百人感染的新冠肺炎啊 那但是呢 虽然比较起其他国家来说 真的是差很多了啊 但是呢 中国大陆他们采取啊 因为我想是有过去这一年啊 尤其一开始发生在武汉这个状况啊 封城 然后非常惨啊 那个时候的情况 所以呢 现在几乎就是肩壁亲野 只要一看到有病毒 一看到有这个染疫的状况 几乎就是立即封城啊 所以短短的几天之内啊 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累计了在北部啊 就是河北这个地方 大概有收治了一千多人啊 这个新冠病新冠病人 然后呢 石家庄 邢台跟廊坊这些地方的话呢 实质上已经处于封锁状态啊 那今天呢 纽约时报也还特别做了一个整理报道 目前呢 因此而受到呢 等于是居家限制的呃 高达了两千两百多万人 等于几乎是整个台湾的人都不准出门了啊 他们的这个限制力非常严格啊 在家的不得出门啊 你要吃什么呃 这个三餐 通通都是由政府的统一帮你送啊 在家的不得出门 在外面工作的呢 不得回家啊 所以呢 尤其是这些公务员啊 政府机关的都要求呢 就在就地啊 就继续的呃 进行呃 办公嘛 你就是 你就是不能回家 就是在办公处所啊 这个吃喝拉撒睡就死了 所以呢 严禁流动啊 OK 好 所以呢 这是中国大陆所采取的非常啊 这个决断的动作啊 也我想也就是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极权国家 可以采取这个方式啊 那对他们来说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梦魇啊 而且现在也才才刚刚啊 呃 先前我们也讲到上个礼拜啊 他们正在想要庆祝啊 这个武汉的重生 所以呢 也办了非常多的活动啦 展览啦啊 这个企图去营造出啊 这个中国大陆呢 呃 相当程度可以掌控啊 这个新冠肺炎的奇迹啊 或者说至少啊 这很多的一些国家英雄等等等啊 但是现在呢 如果疫情呢 陡然升高的话呢 呃 我想这个政治宣传 当然就会受到啊 很大的影响啊 呃 就打了折扣 那当然更严重的是 接下来的啊 这个春节 是不是大家可以顺利的啊 这个安然度过 所以呢 为什么他们采取这么这么啊 这个严格的措施 好 但是呢 这样这个动作一出来之后啊 当然这个全球的经济啊 呃 本来在过去这一年的话呢 大家都不好 还仰赖中国大陆啊 那是中国大陆现在看起来呢 也疫情在起啊 至少采取一个那么的封锁的状况啊 所有的交通 所有的经济跟呃 一些往来啊 又受到了一些影响 ok 好 所以我们要讲的就是 接下来的欧美股市 在上个礼拜 包括油价在内 都是重挫的 ok 我们先从美国开始看起 好 在美国呢 道琼贵指数下跌了177.24点 收入在30814.26点 跌幅是0.57% 南沙指数下跌114.1点 收入在12998.5点 跌幅是0.87% 而S&P500呢 下跌了0.72% 另外呢 费城半导体 跌了2.06% ok 这是美国股市 那欧洲也都是下跌的 马上回来 好 回到来轩事件啊 就刚刚讲到的是 美国股市呢 在这个上个礼拜五呢 是下跌的 那欧洲的话呢 三大指数也都是下滑 德国下跌百分之0.99% 英国呢 下跌了百分之0.97% 法国也跌了百分之1.22% ok 好 那这个欧美股市都下跌 包括油价啊 这个也是下滑的 我们刚讲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啊 爆发了新一波的新冠疫情 那刚才讲到了封锁了啊 这个等于是有2200多万元呢 被要求呢 不准流动啊 这个在家的不准出门 我们在外面的不得回家 因此呢 造成了整个的交通啊 尤其呢 这边看到油价啊 这个担心的是 说呢 在过去这一年来啊 这个中国一直是原油需求的引擎 但是这个引擎目前呢 正在跟新一波的啊 这个新冠疫情呢 来对战啊 就很多地方的话呢 寄出了封锁措施 导致了呢 这个减少了自由驾驶 就是几乎都不能够驾驶了 尤其呢 展望未来这个春节前后啊 一直是呢 这个交通啦 出门啦 呃 往返的这个高峰期嘛 那如果说呢 现在目前呢 倾向于啊 这个中国当中都是就地啊 这个在地过年的话呢 几乎就不会有的太多的流动了啊 所以对于原油的需求 当然就受到打击啊 所以纽约部分的话呢 上个礼拜五啊 这个西德州原油下跌了2.3% 收在每一桶52.36块钱美金 伦敦布兰特原油呢 也是下跌2.3% 收在每一桶呢 是55.1块钱美金 所以你可以理解呢 这个部分看起来呢 各个地方啊 是有点拉紧爆 尤其有新增的啊 不管增加的各自多少 自己跟自己比啊 都是来的比较紧绷的啊 这样的一个状况啊 事实上呢 造成了这个欧美啊 欧美股市啊 包括呢 油价呢 都是下跌的 OK好 所以呢 这个部分 我们刚讲到是跟疫情相关啊 那除了跟疫情相关啊之外 呃 当然在上个礼拜 我这个欧美股市 还有其他一些相关话题啊 也是啊 这个造成了一些利空的消息 包括的是上个礼拜啊 这个美国公布了一些零售业的数字 好 这个零售业的数字呢 不管是年增率还是月增率啊 都是下滑的 而这个年增率的话呢 呃 原本啊 认为大概会有涨啊 就是呃 这个增加百分之四点一 而结果只有增加百分之二点九 那呃 这个月增率的话呢 本来是预期负的百分之零点一 结果是负的百分之零点七啊 所以等于是连续三个月都是萎缩的啊 所以对对美国来说 你可以理解这个疫情啊 这个造成的影响啊 这个经济确实不断的萎缩 而也因此呢 这个呃 拜登在上个礼拜 所公布的一点九兆的纾困方案啊 这叫美国救援计划啊 呃 American Rescue Rescue Plan 呃 这个部分呢 是受到欢迎的啊 但是啊 他同时也还公布了疫苗的接种计划 那希望呢 透过国防生产法来提高疫苗的供应 而且呢 来帮助更多的民众呢 来进行接种 好 那这些都反映出来 目前呢 呃 这个居高不向的疫情 对于美国的啊 这个经济呢 是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好 那除了呢 这个零售啊 这个在过去三个月表现不好之外 呃 财报啊也开始登场 但是呢 看到上个礼拜五啊 所公布的财报 像是呢 摩根大通 像是花旗呃 公布了之后呢 这个股价都是下跌的 呃 各有原因了啊 这个摩根大通 他的净利啊 事实上是大增的 大增了百分之四十二点四 哇 这个是增加还蛮多的啊 因为他自备了一些呢 呃 抵消呆账的回波 回波了二十九亿美金啊 所以呢 让他的这个净利 看起来表现的是优于市场预期 好 但是可能一些 呃 相关的啊 这个背后啊 这样的背景的关系啊 所以并不是那么的激励人心了啊 这是摩根大通 那另外花旗的话呢 则是呃 财报优喜参半 他的EPS啊 这个表现优于预期 但是营收 营收的话呢 年减百分之十低于预期 OK 好 所以呢 等于是 呃 一开年之后 这个相关的金融业的财报呢 呃 各有一些啊 这个希望跟各有一些困境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其实呃 并不是啊 让大家觉得那么的乐观 所以我们这边看到说 有啊 这个美国的投雇公司啊 他们预估 呃 标准五百的成分股啊 预计在去年底啊 这个最后一季啊 看起来平均 应该会 他们的营收啊 会降百分之九点五 大概一成左右啊 但是预期在今年第一季可以反弹 可以增加百分之十六点四 OK 好 所以呢 这个财报的显现 是不是可以显现出 如同这样这个预期呢 来的还算是 就算是有过很困难的日子啊 在今年第一季都可以反弹 呃 OK 所以呢 这个部分就要看看 接下来啊 这个疫情啊 跟美国的啊 这个拜登上台之后的话呢 呃 可能靠一些纾困方案吧 啊 OK 好 所以呢 目前我们也看到呢 像是在啊 华尔街日报也特别报导说呢 啊 叶伦啊 这个叶伦的话呢就是 呃 这个接下来呢 呃 拜登啊 这个团队当中的 呃 财政部长的提名人选嘛啊 他呢 在礼拜二会要在这个国会呢 进行作证啊 预料他会特别针对呢 目前呢 呃 不断疲弱的经济啊 还有他们的财政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另外的话呢 弱势美元这件事情 他也会表达意见啊 目前来看 应该他会明确的表示啊 美国并不会寻求弱势美元 这样子的一种啊 这个策略 ok 好 那如果这样的话 他会拉抬美元啊 这个接下来会引起市场当中的一波啊 这个相关的反应 ok 好 那不论如何啊 这个目前看起来 只好用一些财政上的啊 跟这个纾困上的作为 来拉抬疫情底下呢奄奄一息的经济啊 目前看起来美国是这样的一个做法啊 只是效果目前呢 呃 受到的干扰也还不少啦 ok 好 所以呢 这些呢 是跟呃 今天啊 看得到这上个礼拜五的欧美股市啊 这个相关的一些呃 影响啊 跟这个影响之后啊 所采取的一些政府的作为 ok 好 所以拜登呢 呃 即将在1月20号正式进行 呃 这个交接啊 这个宣布就任啊 那事实上除了目前的华府啊 这个全员紧绷啊 这个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他一个礼拜一直到呢1月20号啊 顺利呢交接就就任啊之后啊 我才解除 但另外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 而拜登上台之后 对于美国的疫情 还有对于美国的这个纾困 他到底呢 采取这个措施 可不可以啊这个产生效果 好 所以呢 这些呢 都是在我们今天看到 比较重要的国际的财经讯息 在股市上面所关注的啊 这些焦点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 呃 还有的消息是啊 这个在美中之间 呃 真的是倒数了 这个今天事实上已经18号了啊 那再两天 但是呢 呃 这个川普显然的啊 还是呢 抓住这个最后这两天啊 可以呢 呃 这个对中国大陆呢 使出啊 这个相关的一些 不管是禁令啦 限制啦等等啊 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啊 就能在今天的这个最新消息 呃 这个针对华为啊 呃 这个美国呢 也还是要打算的采取禁令 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的话呢 还要限制其他的一些企业 呃 从中国跟其他的对手国家呢 购买任何的通讯技术 ok 好 所以呢 这些部分的话呢 都会造成接下来 拜登到底该怎么办 马上回来 好 回到蓝薰时间啊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啊 川普呢 在最后的这几天当中呢 还是啊这个对于啊这个 嗯 华为呢 采取了一些措施啊 这是路透社呢 最新的报导啊 这个说啊 这个美国的总统川普呢 川普政府已经通知intel啊 这个等数家啊 呃 是算是华为公司的供应商 呃 要求他们呢 就是说啊 要去撤销向华为供货的许可证啊 而且呢也拒绝他们呢 有其他的任何跟其他的一些国家啊 同样的也是一些相关的许可 那这边当然有些背景啊 这个背景说明是说呢 事实上的intel啊 私底下呢 呃 有不断的对啊 这个政府游说了啊 所以希望能够放宽 呃 放宽呢 这个对于华为的禁令啊 因为他们其实也需要啊 这些一笔又一笔的订单来自于华为 所以我们先天就有讲到说啊 这个川普这样多的做法啊 是欺商权 看起来的话呢 对于中国呢 是采取了非常强硬啊 这个坚定的立场啊 反中啊 抗中啊 但是呢 事实上啊 但也造成了这个美国的企业啊 这个弱看的一些伤害啊 所以呢 对于川普上台啊 这个拜登上台之后 到底该怎么样去呃 延续啊 这个相关的啊 跟美中国之间的一些竞争 或者一些对峙啊 但是呢 又不至于啊 去伤害美国自己的这个企业的利益啊 跟国家的利益 我想这是他必须要去烧脑筋的地方了啊 好 但是呢 我们刚讲虽然啊 这个intel私底下呢 跟政府啊 这个呃 游说啊 希望能够啊 尽快的放宽 但没想到在最后这几天呢 反而这个川普政府的是收紧的啊 这个打算呢 就是本来有一些许可证的 现在打算要去撤销 所以先前呢 要发不发就已经是呃 这个呃 摇摆了好几个月了 那有些发的话 现在最新的就是说要撤销 OK好 所以呢这个是部分呢 来自于路透社啊 所报导的状况 那另外的话呢 就是华尔街日报报导的说 呃 美国还打算禁止啊 这个企业 从中国跟其他的对手国家 去购买任何的通讯技术 那这部分当然讲到的是 担心呢 这个透过了通信技术啊 这部分的 勾摆可能会造成了国安的漏洞 哦 那所以呢 他们的假想敌的对象 还不只是中国大陆 还说呢 还包括了啊 这个是商务部所做的 这样的一个新的规定啊 除了对手 还包括了可能的俄罗斯 伊朗北韩 古巴跟委内瑞拉啊等等的 都算是呢 外国的对手 那根据呢 呃这个新的规定 这些所谓的外国对手 国家当中的通讯的这些 Hardware 就是硬体啊 软体啊都可能会 构成了国家的安全风险 然后因此呢 打算要去尽心尽止 OK好 所以呢 这些一连串的啊 从远一点的到近一点的啊 这些部分到底对于拜登来说啊 会产生什么样子的影响 他到底接不接招啊 所谓的啊 穿规 拜随不随啊 那么当然有大嗯 整个比较大格局的去分析过 有关于拜登啊 跟这个川普的差别 而对他们来说的话呢 大的方向来说 确实认为呢 中国的崛起造成了相当程度的威胁 但是他们认为这个威胁呢 并不是用川普的方法啊 能够去遏制他的啊 所以某个程度来说 第一个改成呢 围堵啊 就过去川普来说的话呢 跟中国大陆有点像是一对一的直球对决 那然后呢 呃也因为这样很少千军啊 也把其他的这个盟友呢 通通打成呢 像是一个敌对方一样啊 那但是呢 对于目前拜登来看的话 比较像是要用围棋的方法去进行布局 那这个围棋就需要很多的盟友呢 共同来围堵中国 我想这个是一个蛮大的改变啊 那再来的话 就个别的一些政策的检讨啊 所以呢 这个目前的最新的消息 我看呢 就在昨天吧啊 所有的国际媒体呢 包括台湾都算是蛮大幅度的报道了 有关于美国政情改变当中的拜登 说呢 他在就职的时候呢 就要射出大概至少有十二支箭啊 意思就是说呢 会跟川普比较不一样的啊 这个当中包括了还要重返呢 巴黎气候协定 那这个是先前大家就已经期待的了 然后呢 要推翻呢 这个川普所立下来的移民的禁止进入啊 这样的一个禁令 所以包括的是呢 外界期待啊 这个美国讨论很久的移民法案 这个当中的话呢 会有一千一百多万人啊 这个没有证兆 但是已经在美国的移民 可以就地合法呢 取得公民的身份 那这个部分呢 是当初奥巴马就打算这样子做的 但是呢 这是呢 川普啊 就上台之后呢 立即啊 可能想要去推翻的 那现在看起来的话呢 应该啊 这个拜登会呃 踏着啊 这个奥巴马的脚步 在这部分移民的禁令啊 打算呢 要放松 那再来的话呢 延后学生的贷款啊 这个学贷 那另外的扩大防疫等等等 大概总共有十二项啊 呃 这个部分的话都是啊 这个 这边提到说呢 会是在拜登上台的同时 就会进行的啊 所以呢 拜登上台之后 其实跟川普不一样的啊 这个局面会是还蛮多的 但是啊 也因为这样子啊 所以呢 期待拜登上台的很多的移民啊 目前的蜂涌而至啊 所以现在呢 有另外一个消息 我们刚讲到这个一千一百多万人是在美国境内的哦 已经在美国境内的 但现在呢 涌向啊 这个美国呢 边境的啊 大概有近万人 大概身边讲到说呃 九百多名的洪多拉斯移民已经进入到了瓜地马拉 希望呢 一路向北挺进啊 最后要进入美国 好 但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呢 坦白说 我相信对美国的内部来讲一定会造成相当大的一个又是一波的争议啊 原本在境内的你说就地合法啊 可能有他的一个呃 情有可原啊 有他的一个呃 道理在 但如果说因此而吸引更多的人啊 这个蜂涌的要到美国去 只因为觉得移民的边境啊 要开放的话 可能对美国内部来说 又要造成另外一波的啊 这个呃 争议啊 跟可能的呃 危机啊 所以对拜登来说如何拿捏啊 我想这个部分是这一波啊 这个其实在全球都是掀起所谓的 民粹风潮的很大一部分就在于各个地方的移民啊 这个涌进这些民主先进国家 好 所以呢就是目前拜登啊 这个要接下川普的烂摊子啊 到底哪些部分会要修正啊 哪些部分呢 会有一些推翻 这是大家所关注的 那当然再来就是1月20号这一天 到底呢就职大典啊 会不会非常顺利的举行 目前呢全美啊都在警戒当中 那就美国的FBI啊所掌握到的情资 确实啊 这个挺川普的示威活动呢 不断的不断的在网路上面的还是在集结当中啊 那OK 所以呢现在呢呃整个在华府的国民兵的人数啊 也从先前的一万五千多人 目前已经增加到了两万多人 目的呢就是要防止啊在这个1月20号的前后有任何的暴乱 那在呃华府啊过去当然是欢迎大家参加就职大典的啊 但是呢在今年目前的就职大典是不对任何的公众 就是大家不能够自由参加的啊 就是一些呃他们所邀请的还有一些以政治人物为主的吧啊 所以呢甚至呢像是呃他们有些州长办公室还有木条封死了 怕被暴徒入侵 好回到来时时间啊 所以讲到美国的这个就职大典目前看起来不只是在华府这个地方啊 这个担心呢会不会有些暴乱出现呃各个州啊 尤其呢当初的一些可能摇摆州啦 或是说目前看起来呢比较多的一些呃激进分子啊 或者都挺川普比较激动的一些州啊 现在看起来呢也都在戒备当中啊 这边讲到说像密西根州啊 他们的州议会的大厦外面的已经竖起了围离啊 也动员了国民兵加强防违安 另外的话呢呃这个州议会已经取消了这个礼拜所有的会议啊 呃避免呢呃这个威胁真的发生 然后呢讲到州长的办公室的窗户已经有木头封死 木板呢封死了啊这个担心呢被闯入啊等等啊 德州啊目前也发出声明啊说情报显示呢暴力的极端分子啊 可能利用首府奥斯顶的武装示威活动呢进行犯罪行为 那另外同样受到擒击的什么Virginia啦康乃迪克啦等等啊都是啊 所以呢整个的担忧啊并不是只有在华府的就职大典上而已啊 所以目前看起来整个的美国呢呃因为啊两天之后这个就职大典照理来说啊 这会是一个呃欢辛苦舞迎接一个新的开始吧任何的政党轮替啊 或是选举接之后的就职应该都是这个样子啊 但没想到美国目前看起来呃草木皆兵 ok好所以呢就是目前看得到啊这个跟国际之间比较重要的消息 那再来一个的话呢就是俄罗斯的反对党的领袖 记不记得那个呢他在飞机上面突然之间头昏 然后就发现了他就是呃这个中了神经毒 那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当然就指控啊是这个呃 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啊对他下的毒啊 那所以这一位呢反对党领袖呢 纳瓦尼在过去的中毒期间的话呢都在德国进行相关的救治 那现在呢整个的状况康复了啊 那但是他执意的要回到他所爱的啊这个祖国俄罗斯啊 那现在呢最新消息他从呃德国的首都柏林搭击一停在莫斯科的一个机场立即被逮捕 ok而且他还换了机场就没想到呢也还是被逮捕 我最显然的啊这个普丁他在不少的这个机场啊可能得到了一些可能的情报也好啦 或者呢派出啊这个重兵分头吧啊都是为了要逮捕呢 那这位呢呃他的眼中定啊这个纳瓦尼呢啊这个等于让他啊坐牢吧 ok那对于纳瓦尼来说可能也就是就等求仁得仁啊 但是当然啊这个目前全球也还是关注尤其美国了啊 所以拜登的呃团队啊未来的啊国安顾问已经先发出声明啊要求俄罗斯普丁释放啊这个纳瓦尼 好那这个在嗯拜登上台之后不只对中国大陆啊这个对俄罗斯了啊对这些国家到底他的态度啊如何等等啊 伊朗啦啊这个都是啊这个这个接下来他上台之后大家会关注啊他的嗯态度啊跟他的战略是否呢有所异同 ok好那回过头来看台湾啊台湾的最新消息我想是大家关注的啊就是桃园的这家医院呃目前的话呢已经出现了院内的群聚感染第四例了啊 那这个第四例的这个医生啊目前看起来的话呢是因为在1月10号的那一天跟啊这个先前第一个啊这个染疫的啊 这个医生他们共同啊这个进行诊治治治了一个咽喉卡异物的患者那应该在这个时候被感染的那我们刚才讲到啊说这个啊陈树中书啊因为呢后面的这个第二个医生因为他一直有一个慢性鼻炎的问题啊所以对于他的一些症状他一直以为是他这个慢性鼻炎可能啊这个又发作了啦或者变严重啦所以并没有警觉啊好但是呢嗯 连续三个医护人员都没有警觉啊所以我想这还是啊目前呃必须要提出来的真的是要警觉哦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很辛苦这是真的但是呢要提高警觉这也是真的啊因为医院呢是风险最高的地方好所以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呃这个医生而被染疫那所以呢呃我想 被救治的那一个人也会很担心吧等于是他当场被一个呃住院医生是已经染疫只是那时候他还不知道那后来呢在场另外一个医生在现场被染疫那那个呃病人他没有问题吗哦所以呢这个相关的状况的话呢呃陈树中书啊这次的疫情来得有点急哦所以所有的接触者都必须要停止上班在适当的时间呢做检测哦他也说呢这一波的话呢如果说从医院 8号那时候开始起算啊或是10号开始起算的话总而言之大概必须要观察到1月28号啊这个为止啊大概至少要再十天啊那短期之内目前还是不考虑封院啊那所以呢这是一个陈时中的说法了啊那呃目前为什么不封院啊到底是不是整个环境感染那呃陈时中的说法就是说因为他这个医生啊所在的地方都是呃算局部比如说他们假设了啊都是什么耳鼻喉科那所以呢可能 耳鼻喉科这个部分啊可能担心会有染疫还包括了那一位医生他所待的休息室啊目前还讲到说呢呃他的呃跟护理师啊为什么那护理师除了他的情侣之外第三个人是护理师嘛啊所以这护理师呢跟这个住院医师在护理站有一个小时的接触啊那那时候我就质疑说那为什么这个护理师有接触他竟没有竟然没有被匡立居家隔离呢后来呢这个陈时中的说法说因为那一个小时之内他们并没有密切接触 所以呢他才会跑到外面的诊所去那所以呢现在呢等于是第三个在这个桃园医院里面感染这个第三个护理师他的接触范围跑跑跑还蛮远的啊所以目前呢必须要被追踪的匡列的人是来的最多的你还又去他又去了诊所又到其他地方去啊活动那再来的话呢就是现在这个第四位的医师了啊他到底在过程当中他的家人啦那跟其他的啊一些附近的啊 就是说在不管是办办公室还在居家附近有没有任何的一些呃行踪这部分呢也要进行匡列啊那但是啊陈时中还是强调他认为没有到呃整个啊这个院内都感染但他的回答也是啊他是说啊是否有院内环境感染陈时中说不敢说完全没有但是目前没有证据证明是环境感染OK好那如果不敢说没有 为什么不全面封愿呢啊那呃这个陈时中的说法是说呢因为整个的资源不够哦那说呢这个空间跟人力都缺乏哦所以呢呃就是整个的人力不足可是问题是你你不去如果说你分仓分流也人力不足然后封愿也担心因此医疗资源不足嗯这样子的话呢会不会造成更大的问题啊OK嗯 嗯我觉得觉得这个决策是有点问题的因为先前本来大家担心的时候他说很够整个医院都采取分仓分流那现在呢才说啊这空间跟人力双缺哦所以很难分仓分流因此导致了目前呢呃医护人员的接连感染疫的状况发生那已经连续这个样子了现在他做的决断是不封愿大家会愿意相信吗就中间你该做的如果说不封愿所以意思就是说嗯该有的 这个病人还是住院的依旧住在里面然后呢新的呃病人呃还是一样的不在那个区的就一样收治那你又不愿意公布是哪一个医院让大家自我提高警觉呃这个决策本身我真的觉得是混有点混乱啊既然陈宗认为疫情来得及而且目前看起来的话呢状况其实是必须哦这个中间他不用破洞来形容了说这个要叫做 缝隙啊但是还是执意不会封愿啊呃这个部分的话呢我想陈宗必须做更清楚的说明OK那另外一个就是呢在这个周末啊这个六多当中第一个议员呢被罢免成功王浩宇啊那反映出来的当然是啊这个台湾的政治当中呃从一路啊他是呃从反韩啊这个话题到莱猪话题啊都是在王浩宇身上的一个相当程度的争议性我们时间到了拜拜 啊